这盘棋想解释 轮功探保 2019年的个人赛 红方是王天一 黑方正未同 开局是飞向 对战是骑马 接下来红方挺兵制马 黑方进另外一个组上马 形成了屏风马身形 而红方形成一个单体马 黑方也就飞向 这里是诱敌 红方掌鞠的话 主要目的是把鞠拿出来 黑方到这儿手入带兔 红方如果强行送兵 打开这个局面 黑方将来一上马 还是有一个对局 所以红方不着急 先出局 他真正想出的是右局 又怕对方去对 所以先出左局 调对方一下 你要不对 我就进局压你的马 所以对方正常是要对掉的 对完之后 把这个局调过来 然后自己的局 一平四 可以说是堂堂正正 对方的话到这里 正常是足迹金交换即可 那么掌局的话 其实也可以 所以他担心对方 居点下而线 所以话 进速还是比较稳 好吧 推二的话 是想调形 他想引红方点进去 将来上马 去采 利用他 你在吃的打你 所以这儿的话 红方不上当 红方在这个局面下 看似 居好像没有太多点位 他选择是送兵 这步棋确实是 抓住对方 关键所在 那么你一吃 他刚好一打 看似呢 掌局先送开相眼 随时一上马 哪怕你吃回这个足呀 黑方也是满意了 但是在这个局面下 红方有一个非常精巧的手段 就是浸泡牵制 他这个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进局把马抓死 正常你肯定要捕士 红方呢 迅速就上马 黑方现在被吊住 很痛苦 如果你急于去对的话 他就可以不管你 把相打掉 因为你这里竖签 不能动 即便你吃掉 这儿的话 你也是亏的 所以这度棋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呀 对方一收制 就白丢个相 那这棋就危险了 所以黑方到这儿 他是不敢冲的 黑方上居 他主要目的是 看住河口 求问 那这儿 顺势的踩一脚 看住之后呢 红方一冲 黑方这里吃 接下来这个马 就踩进去啊 如果你直接去打的话 担心这个马 跳进去 将军啊 那么将来 有个杀抵士手段 非常厉害 所以的话 黑方就先掉 鞠过来 下一步再打 那红方就直接对掉了 到这儿 黑方可以考虑先吃了 再把鞠拿起来 回马这其实 是一个不好的选择 因为吃完之后呢 看似自己灵活 但其实呢 这里呀 红方有这个上马 这样一个手段 黑方在这儿 也只能先捕士再说 那么先上马的话 想要跟红方 一争长短 没想到这步马上的 反而啊 被红方抓住空门 炮打士 这招棋啊 确实是 一般人不敢这么走 但是王天一敢这么走 他是利用对方 你不吃 我就破你士 你吃掉的话 我就杀一僵 把双士给破了 郑伟同可能认为 这个鞠看着马 你等于 一个炮坏打士 没有用呀 但是红方呢 紧接着就把这个象给吃了 这就厉害了 这样的话 对方啊 虽然多子 但是要受攻 红方这样下 确实是一高人大 黑方的金老将 也是通过一个象 鞠啊 抢先手 红方先退了一僵 对方就下去了 然后呢 红方选择招法是上马 跟你换 黑方不换的话 也是危险呀 据说马太厉害 先对一个吧 继续想以多欺少 到这以后呢 下一步进鞠啊 吃着炮 这边还踩着像 所以呢 黑方就先飞向 挡住鞠 红方呢 平鞠就去抓炮 那么对于黑方来讲 正常是要放中炮的 因为这个棋的话 他似乎担心啊 这个棋被人家 如果换掉的话 将他进鞠抢兵啊 你看着之后 便没有吃了 他担心这个鞠兵 残局太厉害 黑方呢 就不愿意这么走 其实呢 这个棋鞠兵对鞠马 黑方完全是可战的 但是呢 这个棋有一缺失项 他不愿意走得这么消极啊 就炮二平四 试图呢 找机会点下来 有一个川江分边 下底线 这么一个偷心手段 想急于跟红方对杀 但是呢 红方这时候 点鞠啊 先杀中卒 正中黑方要害 这个鞠马能 照一杀进去 你这边是很难抵挡的 你想这个点炮下来 点将我给我甩 根本来不及啊 杀一将 你过来一将就吃掉你了 那你也只能往 左边出 那么红方可以平鞠啊 有一步呢 吃炮叫杀 这里黑方肯定是点将啊 杀一将之后 再退一将 看住自己的炮不丢 将来这里点将叫杀 还有赤马 黑方肯定想以多其少 那么这儿的话 红方如果换掉 形成了鞠兵对鞠炮 仍然是红方有利 啊 但是呢 这个棋 红方也可以不换 有跳江的手段 啊 再跳江 最终的话 过兵 这样的话 鞠马兵赢得胜算更大 所以黑方到这儿啊 确实痛苦 那对于这样一个棋的话 肯定不是对方愿意见到的 所以的话 对于这个棋 那他选择先上马 也是中规中矩的招法 但是呢 你走了个视角炮 这样一来就被红方 抓弱点啊 进去牵住了 你要再放中炮 直接踩掉你们相一破 那这棋更厉害 所以呢 黑方只能平鞠过来防守 这样的话 这三个子被一个子所牵 红方的回马就利用他 你敢顶着吃 我就吃你两个子 那这样你没试相更不行 所以对方痛苦呀 他就退一步 看着中足 红方小兵过河 黑方就退回 这儿的话 是想找机会脱身 红方的话 兵五金 这步棋呢 也是一个限制对方 足五金的招法 这样你的鞠 就不畅通 然后的话 黑方赶紧上马 石头把兵踩掉 找机会反击 红方兵三平四就不让 黑方这棋马上不来憋去呀 到这又退回了 接下来这棋呢 红方就马四肩二往上冲 黑方的话 进去就想来一个吃掉兵 追杀红方的马 红方到这儿的话 正常是要回马的 这样的话 黑方就可以喘一口气 但是呢 这个棋红方就往里切 他这儿的话 利用就是你要吃兵 他可以吃你泡 所以这个棋啊 确实痛苦 那么走这里之后呀 对方就出了一步老将 这儿不让你将 找机会呢 可以放中炮 然后打出来 因为一旦放中炮 直接将军踩掉你的话 那就前功尽弃了 黑方还是想把炮拿出来偷袭 这样的话 红方就跳进去 不让你放中炮 这棋下的憋屈啊 退回呢 一踩鞠 红方就抓一下 落相就吃你香 再过来吃你 对方呢 又踩了一脚 双方在这儿循环了一下 但是有一个规则问题 不能长桌子 最终的话 这个棋 它是选择了一部炮 四平三 变招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棋呢 红方就底线一将 对方也就一撤 然后呢 这个棋啊 马三退四 这部棋 确实有点 起人太甚了 他想吃炮 还要对着马 黑方你要对的话 人家先杀你一将 再吃你啊 这样的话 不但你没吃相 这兵已经到位了 很快就杀进去了 黑方当然不甘心 那么他 无奈情况下 下出了一个苦肉计啊 退居 一再呢 给对方吃一个马 然后打一将 筹他一个居 王天到这里 还是脑子很清楚啊 不可能上这样一个当 所以的话就退回 这样的话 郑维通也是煞费苦心 到这儿没有办法 只好上马 因为换掉的话 其实就等着输了 那这里还是想通过一个 踩兵出来 将来找几乎 把军拿出来 军马上招啊 对杀一下 但是王天一不会给他机会的 先将啊 对方就进 然后的话 再将啊 这儿也就出 接下来呢 走了一步马 四进三 他的目的就是 我去我平时杀你 对方看样子 也只能上脑将 才能免除被杀 到这儿的话 红方就小兵一追 这起痛苦呀 黑方就想我浸泡啊 打你的马 那红方就拱一将啊 这儿就下了 他认为居在底线啊 将来这个棋 炮在下二线 暂时免发前进啊 想点居他有马 看似的守住了 但其实呢 红方有一步啊 利用老帅 御驾新争 这个棋啊 虽然说黑方守得顽强 这招棋就挡不住了 看着冰四金杀棋 对方非常无奈的 走了一步 居四金啊 那这样的话 这个棋 红方就点一将杀棋了 所以这个棋 黑方是防不胜防 非常痛苦 到这儿也只能忍输 这盘棋呢 网天一获胜 这盘棋 讲解是神剑飞刀 2021年的壁国远碑 红方赵献新 黑方是许云川 开局是西安之路 最足底炮 红方架起了中炮 黑方就向三进入 红方炮击中足 黑方就捕适 严阵以待 这儿司机有一个上马 踩炮 抢先手 红方呢 居一进二 就是针对黑方这个马 你敢踩我 我就退一步 下部再抓你 反制你一下 所以黑方这个马上去 还没人掩护啊 就不敢上 所以黑方先进三足 这儿红方就把居调过来 那么你冲过去 准备打向抽居 红方就飞向 现在黑方这个足呢 也不敢多走 因为你走的话 这个棋容易被利用 举个例子 红方先走 炮五退二 那黑方正常就是马尔金 快速出居 支援这个足 接下来拐交马 这儿的话 这个棋不能对居 还记得在今年的威领杯中 那孙颖针对上赵欣欣 就是走这条棋啊 当时的话 这个棋他对居 赵欣欣不对 局势点过河 吃了一个足 最终是 弃了三个子呀 然后呢 最后右马还没动啊 那双鞠也给错杀了 那个棋确实经典 可以说载如史册的 那赵欣欣用这个棋啊 他赢过孙颖针 这盘又赢了许云川 那么对象蒋川也用这个棋赢了 所以呢 这路棋啊 几乎是不败的 那赵欣欣为什么用这路棋呢 因为之前啊 赵欣欣走黑棋的时候 就被王庭这么杀过 王庭为什么走这路棋呢 因为他走黑棋的时候 被金松杀过 可见罪魁祸首还是金松呀 走出这么一个飞刀局啊 确实很难破解 我们看一下吧 这儿的话这个棋啊 现在啊 眼看要出局了 那么这儿你还不能对 你对的话 他把足给吃了 竟然这边太空虚 所以你只能走局一平 那么这儿红方就出局 准备封锁你 黑方肯定是不让的 红方就对 对完之后这边就空 那这个棋将来也是啊 左局来不及右援 这里就比较危险 如果吃的话纠缠 那这棋啊 也是不利 红方呢 直接就过合局了 黑方到这儿赶紧要上马 出袋子才行 那么红方将来这个棋啊 他就可以走一个马六金四啊 把马跳出来 黑方正常也就出局 红方继续上马 你敢冲就马三进我啊 这是挂脚杀你 黑方赶紧平炮 试图把巨拿到河口 这儿吃着对方马 抢先手 但是呢 人家可以拘斗进三啊 这楼棋太狠了 到这儿这个棋 他就不要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棋啊 如果黑方保这个足 红方这个飞刀 到底有多犀利啊 首先给你马和炮吃 你不管吃马还是吃炮 那都是一样的 双局一线杀你 你只能弹子炮结尾 顺势一上马 下一步硬财炮杀棋 你要走向硬吃炮 你要走炮的话 这就踩死了 就挺没双啊 所以这个棋太狠了 我们可以很明显感到 这个棋啊 就这四个子就杀你了 你吃炮和吃马 结果是一样 根本就守不住 可见这个棋啊 有多凶狠 那么这儿即便你选择退回啊 进行一步对局结尾 那红方毫不犹豫对掉你 这儿你一吃啊 直接打出来 你想吃马还没机会 提前杀棋 那么这里一花 用炮去挡 人家这个马就上 将来采炮一将 你一吃点死 这儿还得出 出的话 这个棋就拍你一将 这儿颠炮之后 炮退一 这个马还是不能吃啊 这儿棋局太狠了 这个棋啊 你要是炮打 这个炮拍一将 那你不管进还是走炮 它都是马后炮啊 这个棋确实很凶 即便你不吃马也不行了 你狙八金一解尾 它这边呢 可以狙退一步 继续观察杀招 也可以减平吃掉 去吃 同样到将军电上 这样会被吃光 所以这度棋啊 我们可以看到 飞刀有多犀利了 可见呢 在这个局面下 黑方是万万不能去 保这个足的 这儿的话 选择进七足 准备呢 把他炮赶走 红方就先走一步 他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啊 足音线 因为黑方这个棋 本来是打算进边足抓他的 但是你现在进足的话 对方就会点进来 这个棋就是赵欣欣对顺应争执战 所以的话 这个棋啊 黑方许云川也就上马 这儿的话 这个棋 他随时可以点 他不着急 先跳拐角马 开出左边大子 这儿的话 黑方就出局 红方正常上马 黑方可以泡八斤 但是这样可能会被红方过个兵啊 就显得失弱一点 不过也可以下 将来局八斤三改红过掉 那马七进六的话 这个棋是想有所作为 这儿红方就点进来了 那么黑方的平炮 这里是一部失弱的招法 正常是要赶快上马 除局把局对掉 减轻压力 你不对我就吃你的马 平炮的话 给了红方一个金炮 打马先手 那你局又踩掉 打完之后呢 这边盯着闷弓啊 这儿有一个平局吃局啊 这个局在进去就委屈了 他不愿意 飞上去抓 那这儿就退一步 正常赶紧上马 还是要贯彻出局队啊 抛三平一 看似是为了调形 但是速度毕竟太慢 这个马一踩足上来 卧槽太厉害了 所以你振行好 也是等着来打呀 所以呢没有用 他只能先闪 闪的话 这个局一出底线叫杀 黑方就不得不上马了 红方的平局一吃炮 你要是敢打 他吃回去 这边抓一个马 这边抓一个马 那自然是要失子的 所以的话 黑方也是无奈 就避开了 红方的话 上马踩足 得势不了人呀 那这个足肯定不能丢 储局看住 接下来呢 红方又是一个局三平一吃相 这相一丢 局不敢动 否则底下闷杀 所以一旦相一丢 这个局就受到拖累 正常还得裸相 那么局一平四 他这边又吃炮 你炮平一步 他就抓你的局 平两步就牵住你 平边的话 这个局也是委屈 红方可以平局打相 非常凶狠 黑方只能出老将 红方的近局摁住 黑方没有此理可用 假如说你想掌局跟着炮 他瞬间来一招呀 神龙摆尾 硬是打相 抽局啊 太狠了 即便你香蕉炮也没用 他拍你一将 那么这时候你只能知识了 否则你进去打死 将一来的话 他就打一将 这样的话就会把你这个局吃掉 当你去吃的时候呢 点一将 上来之后呢 他还不吃马 将来就掉局杀你 这个棋呢 非常凶狠啊 这儿你还得去拦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棋呀 红方再吃掉黑方的马 黑方如果进局吃马对杀 根本来不及 红方马六进五 负用一个马五进七杀棋 如果电炮双击错 那如果弱势想逃跑的话 也来不及 这儿的话 他就退局一将 然后呢 巴就马杀你 就问你吃不吃吧 你一吃双击错 你不吃就只能落相 然后他退局呢 继续呢 砍尸杀你 到这儿你上去砍一将 上去拍死 进去的话点死 红这棋进不去 只能落相 认为呢 炮可以砍尸 但是他这个棋进局 或者是平局啊 杀你像 这个像是跑不了的 看着巴叫马杀棋啊 无解 所以这棋啊 真够狠的 黑方到这里 想走炮又不敢走 那么他选择的招法就是 鬼马 请弹子炮 这样似乎顽强一点 那这样的话 人家一抓马 也是痛苦 你要平炮 拍一将 吃掉你 这样还是等着输 所以许云川临场的话 不想丢这个像 就点局呢 顽强作战 结果呢 对方跑平三 仍然是神龙白尾 这招奇妙呀 把马给抓死了 黑方这棋 你想看还不能看 直接双线就杀棋 所以这个棋啊 太狠了 许云川到这里啊 他选择一步飞向 顽强一下 结果人家拘死平三 强行吃掉 你要吃炮 这炮可以躲 所以这样的话 以言得子 那走到这里 许云川一看 已经是啊 大局定了 没办法逃了 所以这盘棋啊 走下去到最后 还是要输起 就直接认输了 这盘棋 叫新兴获胜 这盘棋 将决是命中克星 1961年的 名手邀请赛 洪芳是蔡芙如 许云川的师父 那么蔡芙如呢 是何时湾的克星 那么他的徒弟 许云川 又是何时湾徒弟 胡荣华的克星 可以说这啊 师徒之间 相互克制 太厉害了 我们看一下吧 开局是中炮 对战平风马身形 上回说到 蔡芙如擅长武器炮 那么这盘棋呢 并没有走武器炮 为什么呢 因为对方走的是 平风马身形 你在武器炮 他可以巡河炮 假许你不但兵过不去 而且你这个局 也过不了河 这个马还不活 所以呢 这个棋啊 其实很难开展 红方决定上马对杀 黑方没敢 炮二进次对杀 而是飞向 这也是一个稳健的招法 那你稳我也稳吧 准备呢挺兵活马 黑方一看 那不行 我冲个足 给你换 就是不让你去对 你要上马的话 他可能不是抓你 所以呢 还容易被对方利用 红方就先平炮 那么对方落下 这儿处居 现在红方牵住了黑方 红方走过河居 那黑方进炮的话 炮气这样压着 没用 所以黑方就上马 准备进阻反击 红方呢直接打掉 谋取了实惠 所以这样的棋的话 他是有一个居齐河 抓对方的马 黑方赶紧就先抓炮 红方飞向之后 居到河口看住 这样一来的话 红方就居平 这里有一个骗招 就是引对方过途 黑方呢不敢过 原因在于呢 你一过他牵住你 你虽然可以吃马 人家可以退 到这儿的话 你这个棋啊 正常也就平足 准备小足过来 拱式一将偷居 那么双方争论的焦点 应该是在四路线 红方四路线和黑方六路线 所以呢 红方先来一将 正常你要不右势的话 他就点居过去 这儿你看似小足一下 就差这一步棋啊 像赤马或者拱式一将偷袭啊 骗红方的居齿 红方抢先过来 黑方慢一步棋 只能跟他拼了 红方简单一吃叫杀 飞食不可 换之后呢 狮子飞换不可 将来这个棋 你要是平炮 踏鞋进去 你现在炮不能打 否则的话 这边杀鞋啊 出老将点江侧面虎 那你要是敢平炮的话 点江啊 这儿是一个铁门栓 所以这个棋你不行 那么走到这儿之后呢 这个棋啊 我们可以看到 很明显啊 你不能炮打出来 你只能走鞠 这样的话 他只管扫你的足 将来啊 会有一个多兵之势 而且兵容好 很明显红方占优 黑方这棋只剩下裤顶 等着输 可见呢 进足 贸然进攻 反而被红方利用 所以这个棋啊 临场就先 把炮甩开 那这里就过合鞠 俯视的话 他这里就平鞠去对 关于这样的棋的话 非对不可 如果不对会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闪开 这儿就过来 吃你 你这里走 他吃你鞠 你怎么办 那么这棋你肯定要吃呀 好吧 他打你一将 然后把你吃掉 你一吃之后呢 拱掉你 我们来看一下 红方多两个兵 残局占优 所以黑方这个棋 他肯定不能这么走 这儿对掉 他势地弱 主要是掉火离山 把鞠引开之后 就可以平炮把鞠量出来 威胁 红方三路线弱马 进行一个反击 红方这个棋就冲中兵 准备了威胁马 黑方就上 红方再冲 黑方可以考虑进鞠 吃马 这是先手 鞠八进八的话 手软一步 结果的话 红方就平鞠按住 这样的话 你就没有机会 交换子力了 那这儿再吃的话 人家就上 刚才没有这个鞠 就可以踩向 然后打马 现在鞠隔断了 所以你根本就出不来 现在你踩向 哪一百送 他为了踩向 就平鞠卡向眼 这个棋还需要点草率 应该走的是平鞠跟炮 为什么要考虑跟炮呢 因为他的弱点 右边空虚 没人防守 平一步看似可以踩向 人家一捕视 跟你踩就不敢踩 为什么呢 因为你踩了之后 将来他一出老将 你这边的话动不了 想杀敌士他有马 你鞠一走 人家向你马 马一走的话 他就把你鞠踩了 所以将来等待你 就是放中炮 把马活活打死 所以这棋看着像不敢踩 那么这儿的话 选择一步马其退伍 这步棋呢 其实应该先出老将 比较稳妥一点 这是一个败招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一甩炮呀 底线这一将太厉害了 将来吃吃炮 对方这棋 你不管走炮 还是去挡 他必须得硬一下 这样的话 红方天外非先呀 不但打着马 关键是踩着鞠 你现在只能避重就轻 把鞠掏开 这样这马就白丢了 所以丢一个子之后呀 这个棋呀 黑方想过一个阻 骗对方一吃 然后打掉马 把这个马吃掉 破连环马 红方这个棋 拆炮 拆的比较巧 你要是冲的话 唯一打鞠 刚好把你吃掉 连销带打 对掉一个炮之后 你是鞠炮 他是鞠双马 还多个兵 那这棋你肯定不行 对方只好闪开 这样的话 红方走的是 马五金四 先踩炮 迫使黑方交换 你不换就踩你足 换掉以后呢 黑方强保这个足 这儿也没用 所以就吃 准备鞠炮 极限突袭 红方的话 当然可以平鞠过来吃炮 可是红方并没有吃 就简单上马 他也不吃足 就是上马杀你 所以黑方看着鞠炮 极限将军 到这儿呢 他也是犹豫了一下 先看着卧槽马吧 老老实实的 接下来 红方再调局抓 黑方根本就不敢动 他过来去吃炮 希望呢 想求和 这儿红方有一个中兵 简单吃的话 也可以赢 不过黑方有一个足 所以的话 他想赢得更快一点 就没有跟他换 先进一步 黑方只能躲闪 红方呢 顺势进鞠 抢战要到 黑方赶紧抢兵 也是别无选择了 这个棋的话 红方进炮 卡住相眼 意思呢 是跳马杀棋 黑方只能平局守类了 这儿的话 平兵隔断 这招棋啊 一手跌天 太狠了 黑方只能平过来 红方这儿没有像 要有个像的话 对方可能要吐血 到这儿这个棋啊 踏圈子是平局 先抓一步看看 对方一闪 这里炮的平气 这个棋也狠啊 到这儿继续抓 那黑方这个棋也不敢动啊 那眼看着你一动 就跳一张 肯定是受不了 对方这个棋 他的意思 有可能就是想一居换双 你现在拘兵 他换完之后呢 有一个炮摄像拳 刚好能够巧合 所以红方迟迟没敢打枪啊 就担心一居换双 到这儿之后呢 就退回啊 准备去盯住马吧 那红方这棋就平局过 黑方的话你盯住 红方这棋就冰色品三 这步棋你不能像 因为底下门弓啊 到这儿这个兵把马一开啊 就就解放了 到这儿 他就浸泡啊 下兵 现在这个棋拘炮 你一个炮肯定守不住啊 对方顽强 这里的话就平局盯住 到这儿对方在闪 那这边走的是 点拘卡向眼 非有杀棋就有落势啊 因为你出去的话 穿一张相破了 到这儿以后呢 这个棋炮一张 只能补视 这一出老帅就要杀棋 那么追杖棋 对方也不敢说是 平炮到这里 因为你要平炮的话 其实就没怎么动了 他这个棋有一个狠招啊 这个狠招就是 他一推炮 放中炮 铁门栓 所以这个棋啊 确实痛苦呀 你这一走 他拍你一张 就问你怎么下巴 你放中拘的话 卧槽码杀你 你不放中拘的话 不管你知识还是落相啊 他这边都把你炮给吃了 所以你这个棋落相 可能铁门栓 知识的话也是等着输 所以这度棋啊 对方根本就不敢挡 这棋走的真够狠的 那么对方知识啊 这儿的话就平炮 现在平炮拦住 不让退回放中炮 铁门栓 退居在桌 那就浸泡 最终的话 这个棋穿一将 上来 退一将下去 仍然是炮把退三 硬要走铁门栓 这棋对方知识 准备出左边逃跑 那这棋退一又吃炮 步步追杀呀 平炮之后呢 假如说放个中炮 吃人家可以出 暂时你也吃不到这个炮 那怎么办呢 我们放跑把退二 准备呢 把这个足打掉 还有打狙 黑方不甘心呀 肯定得冲 红方这个棋就落下 一样看着这个棋打狙 你狙一走过 陶尔江就杀你了 所以黑方实在是守不住了 到这儿只能忍输 这盘棋 财富入获胜 这儿只能够 就能够